大家好,我是姜餅,那我的網路上的ID是JBR 那我之前,大家比較常看到的是SNAPS,或是SNAPS的ID 但是之後就有一天,就是有一個老師跟我說 我既然是台灣人,就會用台灣人用博士兵,所以後來就改成JBR 那我主要是在做3D動畫這個部分 那之前,我是從高二的時候開始接觸3D 然後第一個玩的是Maya,然後之後在大二的時候,接觸到Blender 那我從那個時候開始就在,主要是在使用Blender作為的一個工具 這樣子 那,對,那這就是我的作品的,對,那個,作品集的某一部分 那我主要是做,譬如說Bunding,然後就是做 之前呢,我就有去那個竟然大學的那個,對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我今天系統是使用一個叫做Easy Go的一個作為系統 因為當時要去,竟然大學那個講的前一天晚上 我就在我的那個ArchDness上面,下了一套指令叫做Pakman 然後SYU,然後Library Office 結果呢,我小小世界就這樣崩潰了 然後我就,因為我就開始尋找說到底要怎樣馬上救回來 結果弄到兩點多發嘴這樣不行 那這句弄下去就不用講了這樣 所以我就趕快抓Easy Go的球 開始,開始做,就是重慣這樣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在我的作物上有抓一個,一個點名師 但是我一直沒有時間把它裝起來 對,那我今天呢 主要想要講的是 我今天要講的是 就是 我今天有做一個小小的一個東西 跟這次的那個 白本有關的 先把那個視訊盒打開喔 好,都沒有抓到 等一下喔 有嗎? OK,好 這是我這次做的一個那個小小的模型 就是這樣這樣這樣 對,然後因為是那個什麼穿山甲嘛 所以它的造型就是 就是有那個穿山甲的那個東西這樣 就一些 小特色吧 對 那是我昨天才把它塗裝起來的 然後 嗯,各位可以去 可能之後會放網路上 然後 各位可以去把它 抓回家 然後自己列印出來之後把它塗裝起來 那 這個也是使用Render去做一個基礎的模型 然後把它輸入到那個 Inxgap裡面 然後去做一些 一些圖案的一些位置 那 它是可以被拆解的 等一下喔 可以 可以幫我拿一下麥克風嗎 不好意思 就是像這樣 它是可以被拆解 然後下一個 不好意思 因為我的名字是這樣嗎 然後 它是一片一片一片 可以這樣被拆解的 可以這樣被拆解的 OK 謝謝 然後我覺得 等一下就會有出現AR 對 那 這是我之前在台中班的那個 Render聚會 那 因為 我現在所有的輸出品 包含一些 呃 譬如說 設定機或者是 一些貼紙什麼 都是用XCAD去做排版 那 就是你可以把 那 還好 檔案轉成PDF之後 直接加入輸入電 去做輸出 那 這是之前 我第一次做 在做的時候 做了一些什麼 那 就是 就是有包含光碟盒 光碟盒 以及一些 一些文學品 那 對 今天要講的是 把Blender跟 XCAD去做一個結合 那 那 你要做這個模型 可以在網上搜尋 Blender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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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這幾個字 就可以找到 這是我之前做的那個PICACO 然後 對 但是之前做的是 之前做的這個東西啊 它是 必須用黏的 然後 再做 打開一下 就是這個部分 就是我轉好PDF 這樣 你可以看到它的邊緣是 白色的 所以我必須要 再上面去上一些膠水 才能夠把它組裝起來 但是這樣的話 我就想說 這樣的話很不方便 所以我後來又做了 就是這一次的東西呢 它是 完全不需要 當你在組裝的時候 完全不需要膠水 只需要把它拆解下來之後 直接把它切上去 就可以做到這個模型了 對 就是旁邊有一個白線 只要把它切上去就可以了 然後 就是這樣 然後 那 當你把那個 Adown 抓下來之後 我們就可以打開 Brander 它抓下來的時候是一個 這個檔案 它是一個 那個 插件檔 然後你就可以直接把它 把Brander叫出來 然後 在那個 File下面 File下面一個 User Reference 叫出來之後 一個Adown 之後 這下有一個 User Reference 加入 就可以把它 剛剛是不是丟在 這地方 就把它加入之後 就可以 嗯 就可以把這個 它這個位置 就可以把它打勾之後 它就可以使用 那我 那我 之前做了一個 在這個地方 它是一個 地方塊 因為你如果你是直接去 揮製的話 你可能不知道它的比例 那個模型的比例 它的大小是 多大 譬如說它手部跟頭部的比例 是多 差多少 所以你不把它知道 但是 如果你用3D去做的話 你就可以先把 它的比例排好之後 再去做輸出 然後我們就可以直接 加主管去把它引出來 就會 非常準確 那 當你做 當你這樣就是 建好這個模型之後 我們在右手邊 就可以看到一個 Lamper Model 這個地方 的一個選項 你就可以 先點這個 Mac Unfold 然後 直接做一個 Export Lamper Model 這個功能 那 下面就會有一些選項 譬如說 你的 那個 圖片的那個大小是多少 還有 最主要的是 Model Scale Model Scale 是說 你的模型它的 縮放比例是多少 但是假設 你今天的那個 模型 它是分了好幾款 譬如說我現在有身體 我有頭 我有手部的部分 那 你的那個 Scale的部分 你就必須要把它 比例是一樣的 假設 我今天的 身體是 比例是0.1的話 那它的其他部分 也要必須要0.1 這樣 我的 全部的模型的比例 都是0.1 所以 它組合起來之後 就不會有 縮放的問題 對 那 輸出之後呢 就可以看到 我只要把它 看一下 往 譬如說 我現在先輸出這個 手部的部分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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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 假設我今天 把它貼在 之後呢 就會看到 在這個地方 它就是一個 SD去檔 你就可以用 Escat去把它打開 然後我們就可以看到 被展開的模型 下 下 就長這樣子 它就是一個被展開的模型 那你就可以上面去畫你想要的圖案之類的 就可以把它 去做你一個想要的編排或是設計 然後你就可以把它組裝起來 一個 然後最後 然後長出來在這邊這樣 我當時自己去畫這個造型 這樣 那主要是針對這次的那個發布 然後 就以那個為主題 軍事 這樣一個東西 我想講一下那個台東聚會的部分 因為我之前 在 因為算是台灣第一次辦那個 Brander的聚會 然後 我當時就想說 因為 我一直在等別人 不然就是 看誰有 看誰有想要辦這個活動 因為我之前 從 拿二的時候開始玩 然後一直找不到同好 就在網上 到那邊去搜尋 到底是誰 這個台 台灣這個小孩 到底是誰在玩這樣 之後 才認識那個 上面我這樣 好 然後我走了 你後悔嗎 還在場地面 把他輸 好啦 他 簡報完就消失了 這樣 對 然後我是在那個 台中火火車 上面一個有為空間 他們願意提供場地 然後我們在那邊辦一個活動 這樣 那是場地的那個內容 那個 一個空間的那個配置 那 裡面有一些 當天有來一些 那個社群的活動 好玩 對 就是 就是 因為像我的海報 還有那個 一些 鐵子什麼 都完全是在一個 Scavenger去練排 你知道 還會去做輸出 對 對 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有一些 朋友 在裡面 對 據說 某人 那 呃 因為 Brander其實還 在台灣還蠻少 目前聽到的 還沒有說很多人 但是 就是 希望能夠認識到 更多相關在 玩這個軟體屋的朋友 這樣子 那是我印的貼紙 那今天那個 在那個 那個 路口的地方 我們有放一些貼紙 那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 可以去 拿這樣 那我當時有 當時有 做一個demo 就是 我使用一個那個 下面一個那個 那種配的 然後去敲擊 然後去做一個 聲音的 即時的表演 然後 這樣那個聲音 連入到 像 剛剛NGD在 做那個表演 就是我直接可以把它 入到 裡面去 然後 直接把 就是 把 就是 Brander跟 RDo去做一個整合 所以我可以邊看著 我Brander的影像 然後我直接 去做敲擊 就有點像那個 玩那個 泰國達人 這樣子 但是因為今天剛好看到 因為我看到 NGD我來說 我想把這個 這個不要再玩 就換別的這樣 沒有沒有沒有 然後 對 然後就是我們Brander TW的一個 聚會 算是首度聚會 因為看到國外很多 譬如說日本啊 中國 大家都會碰到 在玩這個 但是Brander 台灣一直沒有起來 然後我想說 用辦一次 這樣的聚會 那是我們那個 Brander 小區在B上面的一個位置 好 你看 我先 我先 我可以播放一下 我們當 當時做一個 demo最後的那個 程度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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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你的 對,那這個部分那個 後面那個擊鼓聲音就是我自己在那邊打那個Pan 對,就是那個擊鼓,或者是我自己在那邊打Pan 然後我是看到那個螢幕去做 因為譬如說,我要創作的時候我可以直接 譬如說左邊螢幕是Blender的影像在跑 然後右邊是我的那個 Arto那個錄影的那個在跑 所以我等一次我可以加上兩個同步 然後我直接做一個配音這樣 對 那就,我們今天就差不多講到這個地方了,謝謝 那對,那如果大家對這個螢幕有興趣的話 可以過來跟我邀,對 因為我這個做還蠻久的 我去做一些超,就是一些修正 然後讓它能夠組合起來更完整這樣 對 所以我是好,好,え 谢谢大家